大飛翰天下 之前美國也好 法國也好 已經陸續地禁止售賣一些 飛機零件 引擎給中國 結果C919又出事 你沒有聽錯 我們中國民族的驕傲 我都說了 誰這麼大膽 當時真正起飛的時候 巨報炒貴幾倍 我們中國又強大了 結果昨天又出事 中國東方航空公司一架搭載135名的乘客 編號MU9197的C919國產大型客機 昨天從上海飛往成都的時候 沒有按計劃返航 回程改由空中巴士A320執行 中國民族的驕傲 C919投入營運 剛剛一個月就發生這件事 這隻飛機按計劃 航班編號MU9198起飛時間12點半 但是5至14點16才起飛 機營換為A320 東方航空目前就是一架的C919 現在東方航空已經公佈了 包括7月1號的其中一班航班都要停飛 即是不只是成都這裡停飛 而是今天本身由C919 即是起飛的一個航班都要禁止 事實上為什麼會停止就是C919含有歐洲產品 美國產品 它連組成飛機之後 電子控制系統與機械系統磨合出了問題 可能有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 不過機械上的問題更好辦 如果是電子系統的話 根本上以中國的科技是沒有辦法可以處理到 而這一架唯一的919 在上年的12月9日交付東方航空 今年2月1號展開100小時的驗證飛行 第二天就從上海紅橋機場 飛抵北京大興機場之後 左側引擎反推失效 隨後這架飛機取消後續的驗證飛行 直到5月28日正式展開商業飛行 每日由上海紅橋至成都天府機場之間不停來回 結果6月28日剛剛營滿一個月出事 當然現在美國旅美前中國海軍司令部 宗教參謀姚誠指出 C919未能夠如期返回上海 可以判斷出現了問題 C919一旦出事 對中國飛機製造業 打擊非常大 C919的主要零件來自國外 任何零件限制不到都會出問題 他更加補充說 飛機的組裝技術和一些技術參數 也都極其重要 任何失誤都會造成飛行災難 一個月玩完 從頭到尾只是交到一架機 沒第二架 我之前講過 波音是賣了九架零件給中國的 即是說 第一架的組裝機出來了 接著第二架交付 結果第二架不停出問題 那另外那三架就是用來替換零件 之前說接了多少訂單 多少訂單 我都說假的 因為你根本上沒有辦法 是國際認可 你連參數都還沒得 其實 5月28日那天 一票難求 全中國打了計劃 打了成 那我就找一條命薄 今時今日 如果這次再出事的時候 我不知道 他下次說 整好了 我們現在又再起飛 有多少人真的這樣爬上去 找命薄 而更重要的 所謂自主研發 已經可以告訴你 壽終正寢的了 因為美國已經公佈了 來自大飛機的技術 尤其是引擎這方面 不會售賣給中國 根本上你連第二架都做不到 而這一架 退役了 不要找中國的人命交飛 不過 如果中國人依然執迷奔赴 我是要坐的 這麼空難發生的時候 你就不要說 什麼什麼什麼 是你們自找的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比賽 代表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